朋友你好,欢迎回到碎片记忆频道 今天是2023年5月11日,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节目 鸣谢,谢谢,同时感谢一直以来点赞和鼓励我们的朋友们,谢谢你们 咱们先来看援助方面的消息 一,当地时间今天下午,英国国防部长本华莱士在下一院告诉议员们 英国已经向乌克兰援助射程超过250公里的风暴阴影导弹 部长说,导弹现在正在进入或已经进入乌克兰境内 华莱士表示,这些导弹仅用于击退乌克兰主权领土内的俄罗斯军队 英国对乌克兰的支持是负责任的经过较转的协调和缅接的 他表示说,当俄罗斯杀害平民时,我们不会袖手旁观 英国本次援助的远程巡航导弹,使得乌军具备了在后方打击俄方军事目标的能力 包括被俄罗斯占领的克里米亚 尽管导弹射程可以让乌军攻击俄罗斯本土的武器弹药库等军事目标 但乌克兰方面已经承诺不会使用导弹攻击俄罗斯本土 昨天节目中咱们还说,英国的援助不是压仓石而是风向标 现在英国迈出了第一步,如果形势需要,相信会有更多的国家干净 二,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乌克兰自研的雷霆二大导导弹和英国提供的风暴阴影巡航导弹 乌克兰的志愿者们还在研发一款名为人民的小型巡航导弹 这种带有脉冲喷气发动机的小型巡航导弹射程140公里 速度超过400公里每小时,全重100千克 战斗部是20千克,包括弯压战斗部和高爆战斗部 目前这种导弹正在测试 研发者们认为,这种小型巡航导弹价格极为便宜 可以在车库里生产其零部件 如果一次其射20枚,就能突破俄军防空系统的负荷 打击更综身的俄军目标,消耗俄军防空导弹 不过,分析人士认为,其射程偏短,难以覆盖克里米亚等地 与乌克兰一直希望获得的远程导弹并不匹配 乌克兰需要的是最大射程500公里,战斗部重500公斤的大家伙 三,捷克共和国总统表示,捷克将向乌克兰转让两套布克防空系统 四,今天看了向以色列发射的导弹和铁裙防空导弹系统拦截的视频 铁裙是真的厉害,希望以色列人提供给乌克兰人的预警雷达也有那么超高的水平 好,接下来咱们就仔细聊聊对乌军即将发起的反攻的预测 我们认为,这可能是一系列小型战役的组合 乌军将在多个战线上发起试探建功 作风不一定是雷厉风行的 他们会似乎遇到的阻力和俄军的反应做出最佳调整 最终在一个地段发起决定性的攻击 这一系列动作未必一次性将所有的俄军逐出乌克兰领土 也未必一线就输回克里米亚或者任何一个被占领的州 但最终乌军会实现让俄军顾此失彼失去重心 进而全线崩溃的总目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 部分原因是乌克兰军方一系列的表态 首先是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汉纳马里亚尔最早出来吹风 他说反攻未必会大张旗鼓的开始 他有可能已经开始 反攻也未必是一次而是多次 其次是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也出来讲话 他说大家不要对反攻期望过高 以免产生失望的感觉 仗是要一点一点打的 与此同时乌军总司令扎鲁日内几乎从不发话 陆军总司令希尔斯基则频繁出入巴赫木特 巴赫木特原本是可能被放弃的 也是希尔斯基强烈要求坚守的 因为他认为这里的地貌和地形对于乌军来说特别有利 而且在反攻中巴赫木特意义重大 从这些发言中我们可以看出 乌军从上到下从不认为反攻就是一锤子买卖 事实上如果我们任何人是乌军的指挥官 大概也会很难制定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反攻计划 这中间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 比如伙伴国家是否会提供足够的主战坦克 这些坦克何时能够真正到位 他们提供的坦克和铺战车是其中使用还是翻三使用 炮弹荒何时可以真正缓解 反攻发起时地面防空力量究竟准备的如何 远程武器师傅可能在反攻发起之前到达乌克兰 这些变量除了少部分乌克兰人自己能决定之外 其他多半都要取决于外部形式 何况俄军依然拥有一定的战斗力 他们的部署同样影响乌军计划的制定 在这样的情况下 反攻计划就不可能是一个过于严密和理想化的计划 而应该是保持大量的灵活性的多种预案的灵活组合 再看看乌克兰武装力量的现状 目前伙伴国家提供的西方主战坦克数量为几十辆 大约能装备一个半的齐整满园的坦克银 指望这点数量的坦克在战争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是不现实的 他们有可能在战斗中创造奇迹 比如1比7或者1比10的交换比 这样的预案在二战中经常有德国装甲兵制造出来 后来以色列装甲兵和美国装甲兵也屡屡创造这样的佳计 但在制定一份战略反攻计划的时候 任何头脑清晰的指挥官都不可能将这种超常发挥 作为整个战略计划得以顺利实现的基础和前提 现在根据各种情报汇总 乌军选择将伙伴国家提供的坦克 翻散到各个装甲旅空突旅进攻旅当中 充当每个旅的作战核心翻散使用 这也清晰的表明 乌军没打算打一场装甲轰流式的闪电战争 而大概率将依然遵循他们从2014年起 与分离主义武装和俄军的战斗中 最熟悉和最拿手的那种机动作战方式 再看看乌军在本次战争中此前是怎么打仗的 有三个案例特别说明问题 第一呢是当俄军实陆突进 三个俄罗斯集团军威胁基辅西北面的时候 当时扎鲁日内并没有调动乌冬或者切尔尼哥夫的乌军回原基辅 而是放俄军进来 到布查伊尔平一线的时候 利用城镇和河流对俄军切割 采取分而治之的对抗方式 加指乌军坚决守住基辅西北面的高速公路 使得三个俄罗斯集团军无法通过高速公路 获得足够的补给 最终不得不因为缺粮少弹而狼狈溃散 第二个案例呢是去年五月开始 乌军就试图反攻赫尔松 但他们分了好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五月末度过伊尔胡莱茨河建立桥头堡 第二阶段八月末在赫尔松北线发动进攻 竹川向南推进 第三阶段十月初 俄军斗志逐渐丧失 乌军开始加快进攻速度 最终苏洛维京考虑到补给问题 撤走地列伯和右岸所有的俄军 而在赫尔松吃紧的这几个月中 因为抽调兵力加固南方的战线 哈尔科夫的俄军空前薄弱 被希尔斯基敏锐抓住 从而实现了哈尔科夫州东部 崔库拉朽士的胜利 第三个案例就是 哈尔科夫州东部胜利后 乌军顺势准备收复莱曼和斯瓦托夫 莱曼乌军最终成功收复 而斯瓦托夫至今仍未染指 这三个案例说明了什么呢 其一大范围的机动并不是乌军主要的作战方式 因为乌军长期没有制空权 搞大范围机动而又没有制空权 等于随时让部队面临巨大的风险 其二由于必要的重型武器数量不足 乌军并不擅长攻坚 斯瓦托夫拿不下来就是证明 其三比起进攻 乌军更擅长防守 他们有坚强的意志 能够忍耐俄军的狂轰烂战 防守比进攻风险更少 对物资和弹药的消耗也更低 只有这样乌克兰人才能长期坚持 虽然经过一年多的加强 但我们相信乌克兰军队的认知方式 作战观念仍不会有90度的改变 所以我们的猜想是 一 乌军已经开始反攻 此前他们在扎伯罗热 赫尔松 都已经开始了小范围的建攻作战 前两天还在巴赫木特 使用第三托机旅进行了反击 别小看这些反击 扎伯罗热的俄罗斯军队和政府机构的撤离 就发生在这些小型反击开始之后 而巴赫木特方面 最近普里格舰每天露面 叙叙叨叨 未必不是他感受到了十分强大的压力 二 反攻将由一系列绵密的 连绵的相互关联的作战组成 而不是钢铁洪流式的 乌军的这些反攻将能够找出 俄军薄弱点和他们坚决要保卫的地段 一旦乌军摸清楚俄军的虚实 他们才会发动致命一击 此前希尔斯基为什么强烈要求坚守巴赫木特 因为这样一来 俄军一部分力量就会被牢牢吸引在巴赫木特周围 这样的打法基本就是接应债打代仗 虽然推进不快但是稳扎稳打 乌克兰贫弱的战争潜力和当期的媒体特点 都不允许乌军出现大的闪失 所以接应债打代仗的方式才是最适合乌军的 三 乌军会重复去年八月在赫尔松发动反攻 却在九月初在哈尔科夫州东部获得大胜的打法 也就是积极调动敌军最终打出致命一击的打法 去年这么操作能够获得胜利 核心因素是俄军后勤能力薄弱 再加上兵力不足翻配 所以出现故此失彼的状况 让乌军在哈尔科夫州东部趁虚而入 而今年俄军这两点其实依然存在问题 但是俄军毕竟获得了好几个月的喘息机会 眼下两个问题暴露的不明显 乌军发动一系列绵密的进攻 正是为了调动俄军 让俄军的破绽逐步显露出来 这就好比两名拳击手在初期相互试探 而技高一筹的拳击手会调动对手 让对手消耗更多的体力 最终当对手出现破绽时一拳KO 我们这样分析呢 可能有些朋友要失望了 还以为会看到风卷残云 怎么变成了和风细雨 其实并不需要失望 风卷残云的画面一定会出现的 就好像去年九月上旬 我们在哈尔科夫州东部看到的那样 只不过那也是从五月围攻赫尔松北面 一步一步积累的势能 我们毫不怀疑 乌军一定能战胜俄罗斯人 让胡作非为的俄罗斯人得到教训 从这一年多的密切观察来看 乌克兰军队的综合能力比俄军强的多 反观拉夸的十二军 一路都在给全世界提供笑料和反面教材 所以综合来说优势在乌军 归根结底还是那句话 如果俄罗斯不说全世界日爱和平的国家和人类 都绝不答应 我们就等着看他们如何被揍得满地找牙吧 好 以上两个视频是我们今天与您分享的内容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感谢王小靠同学心情耕耘 咱们明天再会